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陈慕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陈慕明时间 这样看中国节目除了在央广的频道播出之外 也可以通过央广的官网或podcast的平台来收听 今天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承袭上一集 我们讲的是中国跟中亚国家的关系 我们请来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事件与研究员 我想我们今天就先从俄罗斯这个角色来开始谈 就是士老师您在上一集谈到 中国对中亚这些国家的投资 检设等等 对于在这个地区老牌的强权俄罗斯来讲 难道他就看着中国这样子 慢慢把这个地区就收编起来 还是说他们跟中国有一些合作 这个三边的关系怎么看 能不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一下 当然可以 其实还应该加一边还有美国 只是美国我们先放开 我们先就是安然莫名讲的 我们来谈俄罗斯 俄罗斯当然在这边经营了200年了 那当然不可能要走就走 而且要走就走也不可能 毕竟200年政府的政策 然后尤其史达林的政策 其实在苏联建国之前 你也知道19世纪交通没有那么方便 不是飞机要飞来就飞来 很多事情是利有未待的 尽管说你在这个地方做扩张 经济殖民等等 可是都不是那么容易 实际上当时很多在19世纪的时候 很多俄罗斯人跑到那个地方之后 被当地的土王 当地的各个酋长国 抓起来俄罗斯人变成奴隶 那个沙皇非常生气 可是生气也没有办法 你不可能派一个大军去把他们消灭 派一个大军 那个又是钱 打仗就是花钱而已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一直到苏联建立的之后 史达林当然想 那到了20世纪了 那当然交通这个连结性有所改善 开始建铁路了 当时我相信读中国历史也知道 中国不是建了什么中堂铁路 在中国东北 那时候俄罗斯已经扩张到亚洲的 这个北部了 这个西伯利亚城跨过去 远东的部分 那中亚等于是那时候已经变成 俄罗斯的囊中午 那苏联建立之后 史达林其实牵了很多人过来 什么人都牵过来 尤其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现在的哈萨克斯坦 当然哈萨克斯坦人口其实很少 哈萨克斯坦的国土面积 现在国土面积 可能是台湾的70个还是80个大 所以它很大 那台湾人口大概2400万人左右 哈萨克的人口还不到2000万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 而且它的高山还没有台湾多 台湾高山还很多 占了十分之七 那个地方不太能住人 从这个角度来讲 哈萨克等于是地广人稀 千人过来很正常 有什么朝鲜族就从北韩过来的二战之后 也有犹太人 各种奇怪的人都有 譬如说韩国 我讲的是南韩 韩国 韩国是独立之后 第一个跟哈萨克通行的国家 因为那边有朝鲜族 然后事实上现代集团 三星集团也跑过去投资 朝鲜人的民主主义的情绪很高的 这个是顺便聊到 那当然俄罗斯就不会想放弃 我们前一集也提到 他在塔吉克还有很大的军事基地 那中国也想建 可是不想要太过分 不过也做了一些事情 中国也建了一个小型的军事设施 然后现在也有越境的 这个双边的合作的 就是巡查边界 两边一起巡查 那当那个地方天寒地冬 在帕米尔高原上面 其实是困难的 有机会 大家也可以去走一走 其实去塔吉克边界 跟阿富汗的边界 是一个观光景点 然后你去到那边之后 他会叫你签一个生死状 他说你可以过越界 可是你被那狙击手 Sniper打死他不管 所以基本上 塔吉克那边是很奇怪的 旅游当然 你去旅游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俄罗斯在这边 当然是不开心的 2013年了 习近平在哈萨克 提出了这个一带一路 那差不多同样时间 普丁也建立了一个东西 叫做欧亚经济合作联盟 英文可能叫做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其实这个欧亚盟 简称欧亚盟 欧亚盟的那个结构 已经有很多人在做研究了 前几年 毕竟十年了 欧亚盟的结构 其实跟欧盟一模一样 可是问题是 它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因为欧盟 我们也知道 它拉动欧盟 欧盟共同市场 开始了几十年了 拉动欧洲经济的 主要就是德国 法国跟英国 但英国现在跑出去了 那可是还是有法德在拉着 往前拉 可是普丁说 那我把前苏联的国家都找回来 我成立一个欧亚盟 也不会输给他们 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在莫斯科觉得说 欧盟不断的扩大 不断的侵蚀 那个俄罗斯的地盘 他是讲西边的压力 他不是讲中国的压力 他讲西边的压力 成立这个欧亚盟 然后当后来的乌克兰战争 可能跟这样的心态都有关系 他认为你一直扩过来 可是问题是我防守无力 这就讲到 刚才你问的题目 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后他现在的那个欧亚盟的 那个会员国应该也是只有五个六个 还有一个什么观察员 一两个 那谁能拉动 这个欧亚盟的经济 经济要有引擎拉动 俄罗斯说他可以拉 他的人口大概一亿人 可是他的人均GDP很低 才一万多美元 一万多美元要拉动 怎么拉 我也不知道 哈萨克是首先号召 因为哈萨克有油气 人口少 其实哈萨克的那个人均所 跟俄罗斯差不多 也是一万多美元 可问题是两个一万多美元的国家 怎么拉得动这么大 那其他的都是肖拉底 比如说吉尔吉斯 吉尔吉斯的那个人均所得 还不到两千块 不到两千块 两千除以十二的话 一个人一个月不到两百块的 这个人均GDP还不是所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里面就变成欧亚盟非常空虚 1314年的时候 曾经有外国的记者问 就是中国政府说 你们对于那个俄罗斯主导 成立了一个欧亚盟 然后挡起来 好像他们变共同市场 以后中国往那边去 中国外交部的人说 这个不是问题 不把俄罗斯当对手就对了 其实他说他也知道 就我们刚才讲 俄罗斯主要对象是 针对的是欧盟 那当然也针对中国 只是没有名讲而已 因为中国扩张那么大 那个俄罗斯不是不知道 可是大家就是 斗而不破 跟中国 那可是中国说 这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钱都进去 我们已经变成是吉尔吉斯的公司工厂了 我也是哈萨克的公司跟工厂了 我本来就在他们里面 我何必在 我中国进去就变外资 外资我跟他们的当地的 这个所谓当地的公司在合作 那当地的公司本来也是我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本来就在欧亚盟里面 那当然俄罗斯怕中国全面席卷 所以基本上呢 他没有邀请 欧亚盟没有邀请中国参加 其实这就是一个戒心 你进来之后 你变成火车头了 我变成火车尾了 被你拉着跑 这个是绝对不干的事情 那这个是看得出来 他们还有猫腻 就是有这个细节上 我对你还是有提防的 所以欧亚盟你不要进了 可是中国一带一路 跟欧亚盟其实是已经密合了 根本不需要再讨论 他们会不会互抗 因为中国说我已经在里面了 你有什么好跟我讲说 你不能进来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俄罗斯也没有办法 因为毕竟是这样的情况 经济上他没有中国那么强 毕竟在COVID-19之前 中国经济那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当然进去之后 你说俄罗斯当地的人怎么干 莫斯科是那些有极右派的政治 我说非常不满 非常不满 可是他们也只能叫嚣 普丁知不知道普丁他心里又有数 可普丁他现在解决是乌克兰吗 他觉得欧洲来的压力更大 自顾不暇 毕竟中国还没有像我们赖总统说的 跟他要爱混条约的领土 所以基本上没有那么急 没有说你们要不要改名海生威 加入我们的中国东北什么 没有这个讲法 所以压力没那么大 可实际上当然压力早就来了 只是中国不讲而已 那我去哈萨克这一两年去的时候 我看到俄罗斯的那个在当地的就第二代第三代的那个看法 其实他们这个对他是从我如果是哈萨克总统或哈萨克执政人的话 其实我心里面是会担心的 为什么因为这些俄罗斯的后代移民的后代呢 他们心向的是莫斯科 他们认为说普丁做什么 他们都觉得太对了 没有什么恶念 完全不需要考虑那个做法的内容是什么 他们都觉得不需要思考 就觉得这个是正确的 好像哈萨克的人口里面 俄罗斯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是因为当年哈萨克也是他重要的军事的据点 他的所有的火箭呢 什么都从那边发射 而且哈萨克就早期了 二战之后核四报的地方 因为你看那么大的地方 只有两千万人口很多地方是可以 所以他北边很多工业城市 是俄罗斯的二代就是三代 像过来 那莫斯科的极右派的政客 这已经是公开的不是秘密了 大家都知道 他们都一直在讲说 那时候他们前两年打乌克兰的时候 他们很快就可以打掉 当然打了好几年打不下来 不过他们现在还在叫嚣 他说打完乌克兰就打哈萨克 哈萨克那个北边是我们的 他就是公开的讲 不是偷偷的讲 那哈萨克总统后来对普丁 至少表面上有一些不满 私底下可能还没有那么不满 表面上还是要做出来一国元首的姿态 然后他就讲说 你不要这样子 我没有没有要完全支持你 他对乌克兰战争也不表态 等等都是为了压下去 这种国内政治的这些情绪 那你说只是老百姓也不是 俄罗斯的后裔在 譬如说在哈萨克 主要是哈萨克 哈萨克里面 他们还占有重要的那个政治位置 然后还有那个重要的产业 他们在控制 他们等于很像是技术官僚 一定程度上 他们代表的是过去统治阶层的利益 哈萨克现在还有一个副总理是俄罗斯的后裔 然后他们是自己制成派系的 我们说每个政党里面都会派系 在这些国家 尽管他没有那个民主政治 可是就算他们是同一个党 你是俄罗斯这一派 而我是哈萨克里面 因为过去他们有那个部落 你是哪一个部落的 你是哪个部落 你是哪一个帐 他们的帐 帐棚的帐 你是哪个帐的 我是哪个帐的 游牧民主的这种 对 你是大仗小仗金仗什么 那俄罗斯人是制成一个派系 然后他们代表是过去统治阶层 只是家道中落了 然后苏联瓦解了 实际上他们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所以他开业作为哈萨克总统 他当然要表态 说你怎么可以随便 你打他是你的事情 可是我也没有赞成 可是你打我怎么可以 OK好 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陈牧民时间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这样看中国主持人陈牧民 我将在节目中和您一起 立足台湾探讨世界 请锁定每周四晚间 九点半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陈牧民时间 不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 北安路55号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 or g tw 我是2020 0203 at 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 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平台 搜寻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请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想我们继续来谈一下就是中国跟中亚国家的关系 我想要回来谈一下就是因为您一刚开始讲说去研究中亚也是你到新疆去旅游去做研究 然后新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维吴吾尔问题 我一直想要了解就是说中国跟中亚国家的关系是不是因为有维吾尔的因素 所以中国才会在那个地方比如说做很多像这些安全的跨境的巡逻这些设计 你怎么看这个维吾尔的因素在中国跟中亚关系中的角色 当然新疆在中国对中亚的关系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整个90年代中国就是为了化戒 化戒就是要这些国家至少文字上写下来 口头上也要承诺你们不要搞中国的新疆 那这些国家当然也承诺了 然后也化戒也化好了 90年代的时候 事实上很多的维吾尔的那些老前辈运动家还会跑到中亚 他们的确想说在中亚作为一个基地往新疆跳 那当然中国也知道 那除了这个运动之外 还有新疆当地的那个里面的维吾尔哈萨克 这些突厥于后代的这个社区 他们也会有情绪说隔壁的都独立了 为什么我们还在这边搞得不伦不类 说民族区域自治 事实上那个是假的 大家也都知道那是假的民族区域自治 空有口号没有实质 那中国当然很担心 这个新疆内部的社会会开始骚动 所以就的确也有一些骚动了 只是他需要外面的这些因素先排除掉 所以中亚的问题他就在这样处理 那当然这个问题 一直很多的研究者 尤其研究中亚国际关系的人 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像主要的论述 就是中国跟中亚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安全的问题 安全问题当然是指新疆的安全 中国边界的安全 事实上这个问题可能现在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那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之后 习近平就是刚上台的时候 他想要往东也往西扩张 往东当然是往美国过去 可是现在当然遭受到几大的阻力 往西他当然是要出新疆 然后进中亚 然后进欧亚大陆 甚至再往前延伸 当然现在遇到阻力 可是中亚毕竟还不是 那习近平当然知道新疆的问题超级重要 如果他要往西从陆路往前进的话 他必须这个里面没有后顾之忧 否则的话后面做的都是假的 因为新疆独立的 那还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他2014年 我们刚才也前面一集讲过说 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实那个事情到现在为止 充满了很多的阴谋论 那曾经有一个说法 这我田野采集回来的 其实伊斯兰国的出现在 宾拉登被美国海豹部队给杀死之后 那个基地组织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伊斯兰国曾经是基地组织 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分支 可他那个分支也不像我们所说的分支 有那么大的连接性 只是说我挂了你的旗子 说我是你在世界各地的组织 我这个在伊拉克跟叙利亚 那宾拉登死了之后 他们就等于是智利门户 要变成伊斯兰国 然后伊斯兰国之后 然后他就在那边壮大 其实大概12年13年已经开始 只是还没有那么后高潮 可能在1516年 伊斯兰国的世界影响力 那那个时候中国可能有一个 13年我们提这个一带一路 14年要开始做 然后中国到底怎么做呢 有一个传出来的讲法 也是我田野收集 我没有办法证明 因为毕竟我也没有认识 北京的高层 我没有办法让他求的 他也不会告诉我 说基本上呢 大概从12年之后 到15年之前 这三年之间 从中国流出去的维吾尔人 所谓的激进的穆斯林 大概有5万人 这个人数非常多 得到5万当然很多 5万人 而且他的跑动路线很奇怪 因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 因为等等的原因 然后事实上中亚那边的 已经被中国肃清了 他们也不可能随便跑去中亚 跑去中亚 就算中国放出去 可是中亚他们也进不去啊 那阿富汗在反恐战争 那当然也跑不过去嘛 反恐战争 美国2021年才撤退的 他们也不可能随便乱跑 所以他们就绕了一个 超级远的路 从新疆 从中国西北往东南跑 跑到云南广西 然后进入中南半岛 从越南缅甸 泰国辽国 然后再往下跑 跑到马来西亚 然后从马来西亚 再坐飞机去土耳其 去土耳其 然后再想办法跨过边境 加入伊斯兰国 或者是其他相关那边的 很多的民兵组织 那这条路跑五万人出去 那可见的是西家带卷 那西家带卷的话 就是要把我的房子 土地什么东西都变卖掉 那谁要收这些房产 而且我在最后去新疆的时候 新疆的那个管控 尽管当时没有5G 也不能人脸辨事 可是那个管控是人盯人的 在新疆的社会里面 尤其是乡下 或者是不是一线城市 新疆也没有太多一线城市 你人要这么大规模跑动 我全家要搬走 搬走又讲不清楚 我要搬去哪里 你护照在哪里 这种偷渡的都没有护照的 那你怎么走 然后你就说我要去广西 然后警察不会生疑 然后武警不会生疑 安全团不会生疑 然后几万人跑走 在这三年之间 有人就说这个是 中共在先打扫房子 就是把完全没有办法逆转 完全他们觉得说收下来 就是要养着他们 不然丢进监狱 不然就是要把他们弄死 如果不想这样做的话 就把这些最难搞的 通通先扫地出门 然后他们这样一路跑 跑到最后 他们也就所胜无几了 一路人蛇几船剥削 一路的打通关节 所以到最后就算跑出去 也没有什么战力的 不死半条命 然后到了伊斯兰国 因为你毕竟是外来的人 一开始一定是帮人家 送到做炮灰 跑到前面去 然后就借着伊斯兰国 把前面这些人都消灭掉 这是一种说法 然后跑了这么多人 然后后来之后 当然就是我们知道 刚才提过的 北京天安门的那个事情 然后昆明火车站的 这个屠杀的事情 然后当然习近平很生气 叫张春贤 当时的党委书记来骂 来做报告来骂 骂完了之后应该是15年的元旦 不是农历圈 元旦 然后新疆日报官方的报纸传媒 连写了一个礼拜的社论 我还很努力的读了那些社论 我看不懂他在写什么 我相信有中文那么差 就算他是宣传 他到底写什么 我不知道 我宣传 就是宣传品 我也看得出来 宣传品 你要喊这个口号 喊完这个口号里面 到底想要说什么 我还在分析 可是我看完之后 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口号 他说来传达 中央治理新疆的一个 新的指示 可能指示我看不懂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那一年的元旦 后一个礼拜 新疆日报发的社论来看一看 他到底在说什么 其实就是张春贤被骂了 骂了之后回来 要传达又传达不出来的东西 然后最后张春贤被调走了 然后陈全国进来 然后他16年过来 然后17年就开始 我们后面再教语音的事情 我就不用多讲 因为媒体报道很多了 就整个社会的改造 社会改造当然是为了一带一路 把这个社会完全给转变掉 汉化 其实两点 就讲两个细节 第一个就是把他们的语言给弄掉 强迫的方法 快速 他不能说我等你两代人 慢慢从小学开始读起 他要抓到集中营里面 我叫你一年就给我学会 你学不会就不准出去 你学会之后你还要帮我做一些功课 譬如说你要用你学会的东西 打电话给全世界你的朋友 用WeChat或者之类的 然后他要你交KPI的 交成果的 如果你做不好 然后再回来 当然这个我讲的都是可以转化 不是刚才讲的说 那赶出去做炮灰的那一群 然后当然大部分人就这样来来回回 搞了好几年 从17年左右到现在 又过了没有10年 有七八年了 然后他基本上他就等于说 习近平在这几年之间 他要做这个社会的语言的全面的转化 最近不是有台湾的什么YouTube被邀请去吗 去新疆那边拍一些影片 是啊 他现在拍当然拍不到什么东西啊 而且那些人年轻人都可能 他的那个汉语 就我们讲的国语都 中国现在也讲国语 其实就是汉语普通话 都讲的一样好 年轻人讲的当然是更好 年纪大的人也都会讲 他要改变你的语言 这个是他很重要 他要短期之内 他要在五年之内 把你整个这一千多万的人口 改变掉这个语言 然后第二个改变你的那个文化内涵 文化内涵手中 那文化内涵比较复杂 可能一讲要讲一两个小时 那我简单来讲 首先就是把你的宗教给你去掉 宗教给你世俗化掉 你不要再学什么阿拉伯的那一套了 你学中东土耳其的也不准 然后最好你不要信 如果你要信的话可以 你说你信伊斯兰教呢 可是你的那些戒律通通不是戒律 喝酒啊刮胡子啊 然后投杀不要照 你不要用阿拉伯那一套 你反正通通给我世俗化 你最好不信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年纪很大 因为我认识的人都不会太年轻 所以他的母亲年纪很大 他母亲就被强迫 也不办强迫 他说你最好不要再相信伊斯兰教 他母亲就问他儿子说 那相信什么教好了 他儿子在海外 最近我打电话问到 他跟我讲 他母亲就改姓基督教 为什么改姓基督教还有原因 因为他儿子跟他讲说 他妈妈年纪大了 然后老伴又已经过世了 心里没有寄托 小孩不管在新疆的 或者在海外的都已经就是太远 心里要有个寄托要有个宗教信仰 不让他念古兰经了 他说那要信什么 他说信基督教 为什么你信基督教 他儿子就跟他讲说 其实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是同源的 都是在那个地方耶路撒冷 都是他们的圣城 的确也是 他讲没有假 所以你说你只是 那个伊斯兰教比较晚近 晚一些年 基督教耶稣早了几百年 你说你信的那个是更古老的 应该更好一点 不然信犹太教算了 所以他就改信了基督教 然后开始读圣经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对对 那那个媒体之前就有报道 就是中国在新疆 做再教育这些 是因为新疆有这个 恐怖主义组织 东伊运 那我后来也有问一些 维族的这个海外学者 他们都说这个都是 完全是罗织出来的 以维吾尔人的这种民族性 他们其实在整个穆斯林社区里面 算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的 他不是非常非常虔诚的那种穆斯林 你怎么看 是不是真的有点 中共也是有点太夸大 我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的 那个调查报告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已经蛮中肯了 我不是站在北京立场 或者维吾尔立场 用联合国的这个人权理事会的 高级专员 他去年出的那个报告来讲 前年应该说前年 出的报告来讲 然后他的报告有调论到恐怖主义 这个部分 其实很多的一般的学者是不愿意讨论 那他讨论了 他也讲 其实讲的很简单 在新疆的突厥一的人口 大概有1000多万 1000出头 1100或1200 然后跑出去的那些人 我们把那些全部都算成是恐怖分子好了 5万好了 5万的话放在里面的话 最多5% 不会到5%更多 千分之五 千分之五我讲错 不会到千分之五更多 那你怎么可能用一个再教育营 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说 是因为反恐的理由 你要怎么样 也是千分之五会以下 而且他那千分之五也不是全部都是 只是他稀老带卷全家带走 也不会只有壮丁说跑走 把爸爸妈妈留下 中国政府的策略 就是希望他们一起跑掉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联合国的这个报告 人权高专的报告就说 你这个太超过了啦 你这个不符合比例原则 你当然任何国家都可以反恐 可是比例原则要尊重 然后人权的原则要尊重 所以基本上在教育营这个策略 或这个类似集中营的策略 他不是为了反恐 反恐只是一个名义 他真正的是要做社会转化 这个社会转化才是他心里的想法 原来是这样 好 节目到了尾声 我们听众朋友 如果对于央广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的收听感想或建议 都欢迎用email跟我们联络 email是2020 at rti.org.tw 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也欢迎透过央广的官网 或是podcast的平台 用搜寻这样看中国的节目来收听 那今天很高兴 我们请到事件与研究员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我们很全面的谈了中国对中亚的政策 以及新疆的问题 再次谢谢施老师 谢谢 我是主持人陈吴明 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是阳光 穿透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 环绕着地球飞翔 就过来就过来 你好奇吗 印度梦买如何超越北京 略升为亚洲亿万富豪之都 中巴之间互相力挺 是否造成中国与印度间的紧张关系 中印边界的僵持 最终结果可能会如何呢 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兴趣 那您绝对不能错过 由前驻印度公史 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陈慕明教授主持的 这样看中国 让我们一起了解南亚 关心中国周边区域情势 请锁定每周四晚间 九点半到十点 这样看中国 我们空中见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未经许可 这些议题